所以我常常劝同学们 真正学到 像我这种程度 我很幸运 一生当中不管人 不管事 不管钱 没有事物上的操心 才有这么一点点成就 如果是叫你管人 管事 管钱 就完了 我们自己要想一想 细细想一想 我们出家为的是什么 不能违背了本约 出家是不是去经营一个道场 占有一个道场 像社会一般人一样 这个行业当中 赠民夺利 是不是搞这个 搞这个 如果你有这个佛报 你也能得到一点 但是转专言之间 阿比地狱去了 我在这一生当中 有人送道场给我 我不接受 锦仁专专闻文当年 送杭州南路这个道场给我 我问他 你是不是想害我 他听了愣住了 我说法师我怎么会害你了 我说你送道场给我就要害我 我说道场要不要管理 人都当然要管理 道场要不要开销 当然要开销 你不害我 所以最后我给他谈条件 你送道场给我 我可以 道场你管理 开销你负责 他全部答应了 我说那可以 点头行 我还是不管死 这个等于说是挂个虚名而已 决定不管事情 我们的心才能转移 每天度金 不度金的时候 思维精益 时时刻刻 佛陀的教会 盘旋在心中 中门叫遗情 久而久之 不一定遇到什么云 就有个悟处 佛这个意思 懂得了 所谓小仪有小悟 大仪有大悟 这个仪不是怀疑 是理太深了 不懂 但是常常想着 不定什么时候 遇到机缘 就明白了 如果你有事物操心 你一天到晚 想的是乱七八糟事情 这些事物 不但障碍开悟 障碍定 也障碍戒 戒定慧三学 统统被障碍住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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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